大家好,欢迎来到三哥说漫话 小松他们终于来到了深海美食都市蓝色餐厅 这时,珊瑚魔像的断肢想攻击他们 可是,他瞬间被人分割成小块状 紧接着被两只巨鸟抬回城镇去了 众人也非常惊讶,虽然是断肢,但应该也是非常的强 三王说,这斩肌是从很远的地方积出 从那种距离还有如此精确的切丁 如果他没有猜错,对方应该是个料理人 而且强得令人恐惧 千代婆也说,这应该可以说是迎接他们吧 小松也说太棒了,这里竟然有这么厉害的料理人 他也想快点去见见他们 吉吉说,小松很香很开心 他说,除了一龙先生,你是第一个表现得如此开心的人 但一龙是几百年前来过这里 说起一龙,史莱姆感到非常愤怒 他们问吉吉自己是一龙会长之后的第二批客人吗? 吉吉说,不是 两年前这个国家的调查队曾经带来过三个人 与其说是带来,不如说是运来的 因为当时三个人都不行了 这时他们来到大街,这里非常热闹 这里还有很多新奇的食材 这时,诺诺说那边有人在做料理 是一个厨师,同时拿着六口锅分别料理着不同的菜式 接着他就把菜抛向后方的建筑物 直接把菜抛到远方的餐桌上 有些是超长的锅 还有就是像蚂蚁窝一样的锅 还有人间界没有的菜刀 料理人都沉浸在没有见过的烹饪与餐具之中 吉吉说想要前往理事界 早晚都是要向他们展示出料理的实力才行 人间界的厨师也开始大展拳脚 这时,倩代婆看向远方的建筑物 说应该报答一下他们 建筑物上有两个猴子脸的厨师说 他们是过来送死的吗? 不过料理技术不够硬 最终还是会变成灵魂心的宿主 这时,珊瑚魔像再生了 但是他瞬间被切成肉丁 原来是倩代婆那价值一亿的灰刀 他说切得比之前更小 现在就不会再再生了 而且还加上了麻醉 吉吉说 看来没必要在他们面前展示了 猴子厨师也说 有意思 快把成员召集起来吧 这时,小松他们已经成为这里的话题人物了 现在他们在蓝色餐厅的七备餐馆 备前面的数字就等于人间界的星一样 吉吉说 最高级是设备 料理人的等级也是以备为单位来评判 有个说 这里是深海里的文明 可是为什么会在这里吃到牛肉呢? 吉吉说 因为这里有牧场 陆地的动物们已经在这里建筑了 独立的生态系统 这就是蓝色餐厅 吉吉说 这里和人间界没有什么分别 有白天 有黑夜 也有行政部门和法律 人口大约是5亿 梅尔克问到 为什么蓝色餐厅能发展成如此巨大的文明呢? 这可多亏了使灵门哟 但凡事有利 必有弊 天马上就要黑了 应该说是巨大贝壳顶部发出的冷光要变弱 贝壳也是要休息的 到了晚上 他们就会清楚这个文明的秘密 这时 小松从厕所出来了 他看见面前的小孩 就问到这个文明 厕所里的粪便会被冲到哪里去 小孩也说 我都不知道应该是冲去海里吧 快点让开啊大叔 小松也一脸惊讶 竟然自己被叫成大叔 那个男孩说 里面也太臭了吧 可是小松说 这味道是挂在你脖子上的东西的味道 那个男孩说 你竟然不知道这个是什么东西 男孩说他叫佳克 听说来了群非常厉害的料理人 他完全看不出小松有多厉害 佳克说 他的梦想是成为一个了不起的料理人 还给小松看他十倍五人重的签名 但小松还是好奇 佳克脖子上的那个食材 他说这是叫海胆匪菜的辟邪物 这时小松身后出现了一个石灵怪物 佳克说晚上的蓝色餐厅会出现怪物 所以海胆匪菜强烈的味道才会被用作辟邪物的 这时小松才看到天上的石灵 他都被吓得眼睛突出来了 于是他们逃跑了 但是一旁的面具人在看他们 这时郑大师他们找到了拉布所长 但是已经不是郑大师所认识的拉布所长了 郑大师也被塔克叫了过去 到了晚上就会现身的石灵们 怎么看都像一群怪物 这时七倍料理人玛丽走了出来 说店里应该放着辟邪物 看来石灵们对他们很感兴趣 只要大家都生龙活虎的 石灵是不会缠上他们的 但是李世界就另当别论 要是没有失去灵魂的觉悟 是无法进入李世界的 不过就算有了觉悟 要是没有一定的料理技术 也是无法迈进大门的一步 首领史莱姆已经跟他们了解过了情况 吉吉也说 当然没问题 就照他说的做吧 他们将要和这个国家最厉害的厨师们 进行料理对决 要是输了 就只能放弃前往李世界 对手就是蓝色餐厅的十倍五人众 深海潮料理康多尔文德 水压口料理卡吉诺奇许 油潮专门料理物 野餐棚巴 海锅料理店美美 深海捐片烹饪阿萨尔迪 比赛就定在明天 地点是餐厅竞技场 小松跟着佳克来到平民窟 表面上很繁华的蓝色餐厅 港口城市竟然会有这种地方 小松也很好奇 那个假面到底是什么东西 那个大叔叫小松没有海胆匪菜 最后不要在外溜达 他来到佳克的家 佳克的家是个被废弃的水管 家里只有他和妈妈 不过他妈妈现在出去工作了 他说他妈妈也是个料理人 正在参与国家的大型计划 佳克也想尽快成为一名厉害的料理人 然后参加那个项目 小松也希望他早日跟母亲一起工作 今天就让他来做晚餐给他吃 小松煮了非常丰盛的晚餐 但是佳克吃起来味道却不怎么样 小松也在这里结束一晚 佳克说梦话叫着妈妈 这时来到曾大师这里 千代婆说 竟然还有灵魂交易这种事 塔克说他们割落族 自古以来就能召唤十只精灵 是美食上满的后裔 这是从与时灵谈话中得到的消息 不会有问题的千代老师 现在拉布所长和拉拉体内 激素着他人的灵魂 而且还戴着奇怪的面具 塔克说 灵魂世界是个没有光线 也不存在时间与空间的一片漆黑的世界 因此 刚复活的灵魂需要带一段时间假面来适应刺眼的光线 立坊说起那个计划 这个文明甚至会做灵魂的交易 到底在做些什么呢 塔克说 开拓全新的味觉 无论如何 为了达到我们的目的 我们也不得不加入那个计划 最快的话 明天也许就能加入了 不过得先赢下那场比赛 来到小松这里 这时小松旁边出现了那个门前的大叔 大叔靠近小松 然后流出恶心的液体让小松喝 但这时小松醒来了 原来是噩梦 但是佳克已经不见了 小松问门前的大叔有看到佳克吗 他说 佳克也会和他母亲一样 他的灵魂会被人来去卖掉 来到蓝色餐厅中心部 餐厅竞技场 接下来将是人间界和美食界的厨师的料理比赛 第五十届美食庆典马上开始 这里是美食巨锅体育场 现场一亿名观众的热情即将被点燃 想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有趣的事 记得留守我的频道 谢谢收看 拜拜